還有一個龜首 這個湖比較小 但是它的形狀很像一個愛心 所以我們也稱它為龜心 趁現在趕快開起來 然後上面這邊是綠油油的 這個景觀等一下可能不會再看到了 這邊就真的很像烏龜 你看這是烏龜 有龜甲還有龜首 中間還有這一塊脖子有沒有 這一塊脖子就是以前我們龜山島 也很重要的一塊地 以前我們的龜山島民 養羊跟養雞的地方 就是在脖子這一塊 這塊山坡地 因為把它放在這邊 他們也不會逃走 那為什麼會有龜首 龜根根跟龜甲 我們龜山島是經過四次的火山爆發 這四次是指我們龜甲的部分 龜首的地方也有一個火山口 但是它只噴發了兩次 它只噴發了兩次 那這兩次龜首先噴發 龜甲再噴發 龜山島的行程 是這樣而來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慢慢要接近到龜首的地方 其實這個龜首 如果你們現在有搬運的狀態 趕快打起景色 看今天有沒有現在最夯的牛奶壺 我們快要到達了 但是因為今天風浪的關係 可能面積不大 我們只能欣賞到一小塊的牛奶壺 但是這個牛奶壺 我們等一下看有沒有機會 停下來 讓你們看看海底溫泉噴發的盛況 噴發的盛況 如果你等一下坐在我們戶外的遊客 你應該都會聞到淡淡的硫磺味 淡淡的硫磺味 你聞到的這個硫磺味 就是我們龜山八景的另外一個景觀 叫龜島黃煙 龜島黃煙 這個龜島黃煙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但是你可以聞到濃濃的硫磺味 這個龜島黃煙是形容我們龜首的下方 龜首的下方 龜首的下方